在疫情之下 愛行山的周潤發 5點就出門去郊野公園神跑 日前周潤發被傳媒拍攝到 和一名女性友人一起行山 周潤發表示 疫情之下如果長期在家很容易抑鬱 所以去人小的地方做運動 他又風趣地說 張建宗叫我們去郊野公園吃飯 我買了個飯盒 跑完步後在郊野公園吃完再走 周潤發批評政府的防疫政策 無考慮到市民 禁堂食的政策之下 勞動階層要在街邊吃飯 就像乞丐一樣 他也心痛各行各業 面臨巨大的衝擊 形容80年代經濟起飛的成果 一鍋清曬袋 雖然在疫情下 香港面對史無前例的困境 不過周潤發鼓勵市民要忍耐 也要樂觀 香港是個福地 他又提醒市民 要多做運動 強健身體 被問到防疫政策有什麼建議 周潤發感嘆地說 我們只是一般藝民 能夠做到什麼呢 周潤發身為影帝 始終保持親民 對粉絲打卡要求來者不拒 而且他並未離地 關心民間疾苦 被市民推舉為民間特首 當很多藝人為大陸市場向中共表忠 周潤發則不為所動 他曾稱讚雨傘運動的學生和平理智 又批評政府迴避問題 即使因此大陸被封殺 他也淡然處知 說不少賺點 今年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 成龍領恆簽署的支持港版國安法 藝人名單中也沒有周潤發過大名 之一 此外 被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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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